我們還有一位FMVP還沒有公佈 大家覺得是誰呢 先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本次FMVP的highlight影片吧 冠冠不及的交技能 而是看到無敵進來之後在往前捶 運姐硬點 在沒血的情況下要打 但傑西還是被殺了 右邊俊佳也是個大人狗 他身上有700塊 不過他魔力很多 隊友趕過來 Maple想繼續打 他打不過 拉扯拉扯拉扯 兩邊都在拉扯 頂一下 無敵被留住 Q閃 隊友接續進場 留著雖然捅得出去 但後續的輸出是由PSG完美補足 Double Q Kid到Bait It 哇 無敵這波很帥 能選最好是無敵 因為畢竟Bait It是有進化的 要來囉 起動 但先拉 竹女繞到了Bait It的旁邊 先打了地下的普攻 目標會是無敵 這裡撞起來 交度閃現 第一波進攻被PSG給成功堆避掉 而且接下來還要反打 哇 這邊就是 無敵反打打得太漂亮了 阿智的傷害 不知道剛剛有沒有啦 還是又忘了 現在想要直接先壓 拉到凱能 拉到凱能 而且還有萬一收夠啊 我只能說 烏迪跟阿智進步得非常多 真的非常多 有力的隔離機關槍 但是架結鑽得出來 跑得很快 抓Dashley有抓到啊 精準的些尾翻車 Dashley開中一個雷霆外軍 又是Q閃直接起到 這波PSG的終焰不配合 8分鐘開始上演 沒有多一套 三個人就夾俊佳 四個人都夾 俊佳好硬啊 還撐著住馬直接交閃 俊佳沒優子 好 Maple來了 回來變成是Maple的反擊 藍寶來了 藍寶來了 藍寶一次來到現場 又是Q閃 直接一開 等離子飛彈 會PSG受到遙遠祝福 我們這樣子其實也聽不太懂 打贏就好 沒事啊 笑啦 這把Maple很開心啊 再鑽 從BUFF 然後又是鑽到Forester 這次夾沒有夾到 突然之間 SSG想要開團 開到Maple 再提前Maple沒有被秒 這時候A1小心找到 瑞兒把球給吸了下來了 現在變成是PSG 轉機時間 阿智 快抓去 這PETA被拿走了 得說無敵的瑞兒 好像不能開耶 沒打到那DASHA一刀 還是砍掉了飛機 閃現想要直接硬打 但最後100 DASHA並沒有死 反身塔下開始狙擊 第三發 第四發 第四發 打在VISA身上 但還有日文聖矛 直接把Maple給燒子 這裡可以收 Visa應該也握不了PSG 下路站了出來 對 兩邊只要大決一CD好 一定會打起來 因為畢竟兩邊都是選打團陣 直接硬開 開豬女 但豬女不受到太多威脅 接下來再被吸住 打出一個永恆洞鼓TP 準備下來 進加車了很久的時間 鞋子空到囉 現在是VISA已經鞋撐不住了 Maple往前打出領況炸彈 但接下來FOREST 這裡還有配一個等力子飛彈 R4的火烤 切至至今 沒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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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 Maple想要速度在走位 但走不了 這恐怖的火烤 頂 頂出去 本來頂了個空 這裡再抓 阿俊佳 現在掉到半血左右 而且還扛到塔的傷害 後面萬箭啟發 SHG再吸 騎住了Maple 另外一邊下了一個等力子飛彈 但一準就收人要開人了 而且接下來單純他也被留住 身上被套了一個虛弱 還有這邊艾希沒閃 阿滋要來夾人 暈時暈到兩個 直接一三次 Maple突破不了 無敵跟阿滋都一直站起來 阿滋往前點 阿滋往前點 這裡直接開 吸兩個 阿滋往前鑽 直接留住藍寶 藍寶又被瞎了回來 阿滋拿下自己第二顆人頭 這個才是我們 印象當中的 PSG版本的瑞爾加斯加拿 應該打出來的樣子 要來還手了嗎 TP 想抓阿滋 但阿滋應該能夠撐一段時間喔 這如果可以的話 直接去吃巴龍嗎 也沒有要來救喔 阿滋現在坦度很夠 要救要救 輸的阿滋吸三個 阿滋直接撐住之後 再把這邊給推走 阿滋什麼都推走 這裡Maple進場了 瞬間爆發了一個雷霆風暴 來W2之後 Maple Double Kill Easy 阿滋可以從上面夾過來 而且這個吃預示者的速度 對於100T 無敵在繞 這個繞的位置 定到River 華麗線幕開啟 四打三 不散兩告 再硬頂Tomo被頂了回去 再一波狂獸魔擊 硬翻 丟了一顆石頭 標準的目標 沒錯就是對方的Tomo 轉一圈賣鬆 轉到兩個人 阿滋SOCO打出來 但是此時100T 已經沒有作戰能力 再一波指令貫穿Maple 受下Double Kill 一顆Star衝擊 硬直把Critic夾了出來 這是Maple的Triple Kill 稍微消耗一下Betty的Poke傷害 打在Ella身上 已經開始中了六重 無敵一波的Q閃 又把對方的River給頂到了河道上 閃現上翔之後 馬上出了冰河通道 在這個窄口當中 直接被對方給控到死 Ella反身吸了三個人 快得也直接進場 軍力線要開得起來 但封命的這一波往前斬 斬到了上面想要進場的Diaper 不過在側邊 Tomo也將阿滋給丟死 而Betty 在一個安全輸出位置的情況下 受下了Double Kill Double Kill 被拆到超級慘 突然Ella一波的閃開 馬上被Udi給頂開 Udi還稍微限制了一下River 開啟堅定一隻現在 我要想要往後落跑 但快點走過來 可能只能把傷害全部灌在了Udi身上 劍魔兵士馬上重置 但軍家交流閃現 交流極力通知成功撤退 阿滋在後面逮到了Ella 但上面的Maple可能也要被留住 這位的Shadow由Tomo收下 但是在野區的交換 有把一個輔助的人頭拿下 但他們是沒有要放掉這條小龍 再留一下對方想要開 這裡做三個 這裡開到三個 搭配是Double Kill PSG 打出了Wabble Combo 然後這位Maple的進場 還能夠對戰 對方的Smalter 一定不見 PSG 那現在怎麼整理